刚和北约达成协议 日本人就爆出重大噩耗 北约突然和日本人合作 有什么目的 日本人又爆出了什么样的噩耗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浩蓝观点 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与北约添出了一份联合文件 目的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 而在这四国当中 日本则是带个低级将北约引入亚太的带路当 北约峰会前 岸田文雄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强调欧洲大西亚和印太之间的地理边界 对于保障全球和平与安全已不再重要 因为地区安全威胁变得越来越相互交织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本和印太伙伴可以为北约盟国发挥重要作用 表明日本已经决心加强与北约之间的合力 其实 在上个世纪 日本与北约的互动并不多 但岸田文雄上台后却加快了这一步伐 特别是俄武冲突的爆发 使日本与北约有了建立军事联系 深化合作的抓住 双方合作 极致化水平快速提升 岸田文雄曾经三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 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密地访问日本 另外日本还加入了北约网络防御中心 而北约也准备在日本开始联络出 企图把日本打造成亚洲版的乌克兰 这不 在此次峰会上 岸田文雄就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达成了一致 讲设立一个秘密庭报共享专线 以便双方今后能够更加方便地交换机密庭报 这对日本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毕竟 这意味着他们和北约之间的关系更跌比 特别是在情报共享这方面有了心动 但是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和北约达成协议 日本国内就爆出了重大噩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经调查发现 日本海上自卫队内部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泄命 知权骚扰 骗体钉贴等等 据集为政府官员称 涉案人员高达200多名 基本上都是海上自卫队的人 日本防卫省打算对其中的100名人员 采取纪律处分 为此 海军的一把手幕僚长游警亮 将引咎辞职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要知道 日本自卫队现役大约是25到26案 区分为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 和航空自卫队 一般来说 空自和海自的待遇要好一路 但海上自卫队此次出了大丑闻 一次就插出了近200可见 部队的平时管理是相当松懈 这不仅动用了自卫队的权威 而且也让日本的民众对他们感到失望 面对上述情况 估计安田文雄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 心里肯定是跌宕起伏一方面 另一步与北约走近让他非常高兴 说不定了 可以趁机恢复点军事大国的路过 还没来得及好好高兴一下 日本内部爆发出的丑闻又让他焦头烂 毕竟安田文雄本来就身陷 执政危机 如今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无疑啊 这将给他的执政剩下又蒙上了一颗厚厚的阴影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